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现在的时间是2019年的2月19号 今天又有几件大事 要和大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进行讨论分析 我们首先请刘平先生给大家播报新闻简要 谢谢安华 各位好 新闻简要首先是由象牙女王之称的中国女性杨凤兰 遭坎桑利亚政府判法院判刑15年 为什么呢 因为说她在相当的一段时间 大约是从2000年左右到2014年这十几年当中 从坎桑利亚走私了大约700个象牙到远东去 当然主要的销售地是中国 那么因为象牙在中国被视为是吉祥的 或者是作为药品或者是装饰品 有种种的不同的用途 可是在国际间呢 对于制止象牙走私来确保环境 那已经是国际上的共识 那么杨凤兰呢 在坎桑利亚被判刑15年 对于从事于环保工作的人来讲 是觉得松了一口气 因为呢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制止象牙走私 杨凤兰呢他本来是参与中国在援助坦桑铁路兴建时候的翻译人员 那么后来呢就这个又投身进入了这种私领域 然后在坎桑利亚那个地方开了一家餐厅 同时也成立了一些交流机构 地方说他后来还做了当地的这个中非交流协会的秘书长 那么在这个判刑15年之后 现在是这个当然依据当地的法律 还是可以继续上诉的 那么而在这个当地的华人社团里边呢 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讨论 很长的时间呢 中国在非洲最初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国家的人 后来呢很多西方国家的人逐渐减少了 那么中国在当地呢 我讲的就是这个同事于这种象牙走私的 就变成几乎是以中国人为主了 而这个很多呢 从此与象牙走私的都是小规模的 像杨凤兰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几百件的 这个对当地来讲 老早就已经是把它定为要抓捕的对象 好了另外一则讯息呢 也是跟人有关的 那就是美国这个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宣布 要再度投入总统大选 桑德斯今年77岁 美国到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是明年11月 他到时候已经满78岁了 那如果当选会是美国历来年纪最长的总统当选人 大家知道桑德斯之所以称之为再度 是因为他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 是一度声势很旺 在民主党里面那么是成为一个当时啊 这个几乎是一度让民主党的希拉蕊克林顿呢 都为之色变的一个这个重要人物 当时也曾经有分析认为他说不定能够一军独起 那么因为呢他所采取的策略和以往不太一样 他比较像是走近似于社会主义路线 不过这个最终啊 在民主党里面他没有出现 那么这个如今呢 在民主党啊 现在并不是很明显的 有谁会成为民主党的当然的候选人 声势很旺的是前副总统拜登 那么这个对桑德斯来讲 他觉得他是有未完成的使命 所以他宣布要加入参选 好了 另外一个呢 也是有关于总统大选的是台湾 蔡英文总统啊 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啊 他宣布他也要参选连任 蔡英文的任期啊 是到这个公元2020年 就到明年5月20号任期截止 所以呢 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 是在明年年初 元月份要举行的 这个美国和中华民国 都是同一年举行大选 一个是元月 一个是11月 那么蔡英文呢 他在去年呢 因为这个九合一 就是地方选举啊 民进党遭到惨败 对他辞去了党主席 那么不过现在 他依然是这个民进党方面 要出面角逐总统的 这个主要的人物之一 在这个画面上看得出来 李登辉前总统 对他是非常支持的 可是民进党里面呢 也是暗潮汹涌 也可能有其他的人 不能讲可能 也必然会有其他人 可能对他造成挑战 好了 那么下面一则新闻简要呢 还是和人有关 是川普总统 美国有16个州 联合控报告 川普总统说 川普总统没有权力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这张照片是上个星期五 川普宣布 为了要在南部美墨边境 兴建围墙 所以他宣布国家 进入紧急状态 他可以不必经过国会批准 而动用预算 那么这16个州 包含我们在东岸的很多个州 从纽约 马里兰 到维基尼亚 这些州都宣布进入紧急状 都宣布他们要联合控告川普 这个案子告到哪里去呢 告到现在看到的这位加州州长纽森 他的这个地方去 当然美国的行政立法是 司法是三权分立的 纽森他也是说 川普总统 现在是美国唯一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原因 他说川普没有权力 国家并没有发生需要进入紧急状态情况 你总统动用这样的权力 你不但是国耻 而且才是国家真正的危机状态 那么这个案子 现在是告到这个北加州的法院里面 而这个北加州法院呢 经常有一些 对于川普总统不利的裁决 比方说人移民这些问题 川普总统自己也知道 上个礼拜讲 他可能会被告 这个官司要一直打上去 这个在美国这个民告官 那是这个川普 现在大概有几十个 告他的这些案子 那么这个案子最后 有的时候可能要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但是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呢 这个各级的法院 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 受理之后 那么会不会行使这个某些权力 让总统想要 这个进入紧急状态的这些事情 打折扣 那么这个是看美国的这个宪政发展 看美国的政治发展 好了 那么在其实就告川普的也有 挺川普的也有 这两天在白宫前面 也有人取牌在那里支持川普 那么这个不过川普 这两天在佛罗里达 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白宫啊 这个宣布欢迎刘鹤到美国来 大家知道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刘鹤啊 他是这个中方牵头人之一 那么还不能讲之一 他就中方牵头人 他另外的身份呢 当然就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他也是在这个被美国认为 是很了解美中贸易实质状况的 这么一位政治人物 那么刘鹤啊 这个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到美国来当时有个头衔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 这一次在中方发布消息的时候 又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名号 作为一个特使的身份到美国来 白宫发表声明 那么刘鹤也要来 还来呢 谈是21 22 就是后天呢 应该是礼拜四礼拜五两天在美国谈 大家可以预期的到 说在短短的这个两三个礼拜 刘鹤又来到美国来 如果说是这个谈判呢 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展的话 那么刘鹤应该不会再一次的 风尘仆仆来 所以呢 川普总统一度说 这个3月2号开始要课征高关税 这个期限不会延后 那么现在改口了 如果谈判有进展 也可能会延后 这就给大家 其实比较好的预期 这个照片上是美国的这个股仓 因为呢 这个是大豆的股仓 那么如何能够增加 中国对美国的购买量之外 那么现在还有就是 有关于如何能够确保 这个中国确实执行 美国所期待的 就是在一些结构性的改变 那么刘鹤也许 这一次会带来 给美国这个比较满意的讯息 好了 那么下面一则这个新闻简要呢 是在澳大利亚 128个华人团体 在报纸上联合刊登广告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声援黄夏默 大家知道 黄夏默是华裔的这个亿万富豪 那么他在澳大利亚 他这个申请了 要取得公民权遭到的拒绝 同时既有的永久居留权 也遭到澳大利亚政府取消 那么这100多个华人团体说 这个是对黄夏默不公平 认为说黄夏默是遭到了澳大利亚歧视 今天你歧视黄夏默 如果我们不讲话 改变就会歧视我们 所以就是这个刊登联名的广告来声援 但是同一个时候也有人声支持澳大利亚政府 这个怀疑说黄夏默如澳大利亚最初所传出的讯息 他和中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澳大利亚当局对他是有所疑虑的 好了 还有一则讯息就是这个香奈尔 这是这个著名的品牌 他的这个传奇人物叫拉格斐 过世了享年85岁 拉格斐其实是生在德国 那么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到了法国来 就此定居在法国 他的这个有名的一头白发 然后这个一张墨镜 还有呢他的这个猫咪 这是一个这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猫与人 或者是这个大师与猫的这个画像 这一幅画面 拉格斐他在成为香奈尔的创意总监之后 大举采取了一个什么改革呢 就是把香奈尔当时 让这个最主要的产品这个群版把它剪短了 第二个呢就是在他的这个服饰上 增加了一些缝线 就一下子使得香奈尔从一个这个高贵 但是有点老气的变成高贵 而又富有青春气息的产品 所以呢香奈尔很短的时间 就成为举世知名的品牌 好了以上就是新闻简要 谢谢您 好的谢谢刘平的新闻简要 接下来呢我们回到今天的讨论现场 首先介绍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媒体学者啊 视频人士乔木先生 先生你好 一位呢是明镜的驻华盛顿特派员 自身媒体人刘平先生 刘平先生你好 康华你好 刘平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 好我们今天呢 知道是2月19号 2月19号呢是这个中国的一顾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的忌日 那是1997年2月19号去世的 享年当时是93岁 那么现在呢在2月19号今天正好又侍逢啊 中国这个农历新年的 几亥新年的这个元宵节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 中国的各个媒体 整个搜了一遍 没有看到有关邓小平的直言骗语 连他的名字呢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信号 或者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到呢在习近平这个上台执政以来啊 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评价 或者说和邓小平的这种较劲呢 似乎就一直没有断过 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表明 或者说评价邓小平 但是通过他 包括在去年的这个12月18号的 改开40周年的大会上呢 也是不得不提了几次邓小平的名字之外 在他之前的去深圳的这个南巡也好啊 广东这个南巡也好 还是在其他任何场合 包括之后的 始终没有再提过邓小平的名字 那么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另外呢我没看到 还有一位这个这个政治人物啊 中共的这个党内的一个意见人士啊 李锐啊 李锐这个老先生呢 也是101岁的高龄的 在2月16号去世的 那么同样呢 对于李锐这个趋势呢 中共的这种媒体啊 也是没有见到任何的相关的消息 我们看到呢 有关这两位人士 当然呢 邓小平的这个分量要显然重的多 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之所以 现在呢对于邓小平的这种点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是他 有人说呢 他跟是更像是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儿子 那么所以说呢 感觉他是要继承毛的这个衣博 同时呢 我的感觉呢 似乎他现在呢 对于这个 在政治上的搞毛这一套 在经济上呢 对于邓呢 那一套呢 是继续在沿用 拿来主意 只要对我有用 我先继续用着 我感觉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同时呢 我相信呢 现在这幅图片很有意思 那么就是 这个习近平和毛泽东隔空握手啊 那么也是意味着一种 这种有很强的一种政治意涵在其中 这是国内前两年一个文化 一个拍马配的官方画家 那么种和红国握手 两个不同之期的 一或一或一或两些握手 他居然传递的一个信号 就是说 邓这个权力 直接来 那个习的权力 直接来自于这个毛的这个传承 对 他是一种正统 对 他是一种正统 红二代就掠过了这个邓 更别说这些江湖啊 这些人了啊 这都是过渡人物啊 在他在他看来应该说都是过渡人物 那么他就是应该是 这个更有意思 你看为什么不纪念邓了 因为从这个时代之后 这个背面来看 习的底色其实是毛啊 表面看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领导 其实你掰开他的那个面下 一看后面是毛的底色啊 所以现在叫他小毛泽东啊 老红卫兵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我们现在不纪念 现在不纪念 邓你要跟一个对比来看 毛每年一到12月26号 那结果好家伙 从上到下 特别是湖南那个韶山啊 那个巷子 整个纪念毛泽东那个队伍牌业啊 各种蝶腊的磕头的 现在现在是已经成为一种 神的神一样的符号在崇拜啊 那么就很多人下跪的 而且是这个念念有词啊 就像是进了祠堂一样啊 那已经是到这种程度 看到的确是盛况空间 对于邓来说 的确现在是目前为止 我们今天应该大家都看了 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国的媒体 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 这种报道 那么这就表明 但是我同时我认为呢 习可能还不仅仅是为了抬毛 更重要我觉得是抬他自己 因为我认为呢 他认为呢是 他是继毛之后的 唯一可以和毛比肩的 这个中共的领导人 不知道乔母是不是这样看 是的 从他来说 我们公认的一个标题是红二代 那么呢 过去他叫邵东甲年少 我有这个江湖 这些管家啊 来给我管家带吃 那毛是大东家 那现在呢 他长大了啊 他来继承了大统政位 那么邵东家机位呢 自然把这些管家都踢到一边了啊 就他来说 如果老跟邓扯在一起 那他个人的违信怎么输 就像你当年邓上台肯定要是把华国锋啊 这些人都都否定掉了 表示他直接从毛泽东那继承了 那么现在习呢 强调新时代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个新叫什么新中国 那么习近平强调什么新时代啊 就两个新打通了 中间没有邓小平什么事儿 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官方不纪念邓 而且有好多很奇异的信号 比如说去年啊 纪念这个改开四十周年啊 很少提邓不说 我记得国内主流媒体 好像只有财经啊 就是刚才那个杂志的封面 登了一期啊 提的这个邓的一个封面 好多国内的网民在转这个的时候啊 他是禁止转发禁止评论的啊 你就是可以转发 但是不能评论 你只能把这图转一下 不让你增加更多的意思 那么另外还有意思 我有一个朋友 明天的叫王湛阳教授 他本来是主流的学者 叫中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他是国内研究邓小平的权威 但是他说这两年不断地给他删帖消耗 而且跟他谈话 意思是不要不识实物 老假邓应该假习 讲习近平的思想 要团结在这个西核心新时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自然对邓就没那么热衷了 我加一句话 你说 安华刚才提到的说 官方媒体啊 什么在大陆啊 没有什么就 仿佛这个习近平不存在 就是像这个乔木先生说的 对不起这个邓小平不存在 就跟这个乔木先生讲 那就从新中国跨的新时代 没什么邓小平的事 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啊 还有一些文章在谈邓小平过世这个事情 台湾 你看这台湾的媒体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就想嘛 就在讲这个改革开放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谈了嘛 就是这个两岸的停止炮击嘛 虽然到今天为止没有正式的签署这个和平协定 但两岸呢 至少终止了炮声 那么减少了这种相互的这种 或者是无力 这个解决中国问题 或者是反攻大陆等等 那个在这个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话 情况恐怕也不是这么样的顺利 那你看这个两岸的 一些来往 那么今天才在 常常谈到九二共识 那都还是在邓小平的时候建立起来 所以对台湾来讲 那你现在呢 突然之间这个习近平的一些谈话 就帮助了这个蔡英文提高声望 那就表示台湾对于习近平这些谈话 是这个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那相信之下 这个邓小平他所采取的 不管是超光养晦 或者是在两岸上的这种 这个等于是一种和平竞争 这个呢 反倒让大家多一些怀念 对 实际上呢 习近平把这个邓小平的有关的 这个包括这个九二共识呢 也都是甩在一边了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告台湾同胞书 这个四周年讲话呢 应该说对九二共识 已经是作为一个 对他来说 已经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了 就是最低的标准了 那么更高的呢 就是往这个统一的方向走 同时呢 我也看到邓小平当时 当年和这个蒋经国的这种默契 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们两人也是同学 那么在这个互相之间这种默契呢 虽然是在意识形态上是针锋相对 但是呢 应该说从1979年1月1号开始 就停止炮击这个大小金门 那么这个的举措的确 像刘先生刚刚所说的 也是在台湾呢 引起了很大的这种 这种历史的记忆吧 那么现在呢 我再补一个信息 你说 其实不仅是台湾 我注意到大陆没怎么纪念邓小平 反而在美国也同样纪念 在纪念邓小平 今年1月份 从这个美国有好几个会 官方的 办官方的 已经民街之库 比如说卡特中心 就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纪念活动 纪念了邓小平1979年访美 这是40周年 而且呢 大家普遍认为 新的时代就像你说的陶光养会 中美总体是下好的 那时候中国是在向美国学习 美国人认为 中国的今天的改革开放 未来就走美国的路 而且呢 邓来美国外交 当时掀起了一股这个 邓舍血风 比如说是跟越南 进攻越南的一些共识 听这个美国的歌曲 等等 戴牛仔帽了 但是40年过后 随着中国的国内崛起 大家就发现 领导人也罢 各方面外交非常强势 这时候人们纪念邓 其实是表达对现在的一些忧虑 反过来你看 反而是在台湾 在美国反而开始 今天邓 中国大陆 有一在淡化邓的影响 就是所谓的各位同事的 对 包括在香港呢 应该也有 我看到也有这个 对邓的这个纪念 但是呢 唯独就在这个 中国大陆 现在呢 对于邓的这个 看遍了今天的所有的报道 没有看到这三个字 所以说呢 就让人感觉到 就是现在这种 对邓的这种不满 习对邓的不满 或者人们通过 对邓的纪念来表达 对习的不满 这是两股力量在交锋 那现在应该说 邓家这个公子啊 这个邓朴方 那么去年的这个讲话 也的确可能就是 忍无可忍之下的一种 一种微弱的一种反抗 那么看来呢 习对邓家呢 实际上也已经是下了手 包括像这个吴小灰啊等等 那么这个呢 也是包括 现在习对这种 其他的中共一些高层 反对他的力量 也是采取这种 几乎就是一种人质的策略 包括对这个文云松啊 那么应该说 温家宝对他呢 应该可能也是在政见上呢 有相当大的分歧 通过对子女的这种 动动他们的这种子女 来警告 他们的这个父辈 或者说呢就是说让他们呢 最好是能够淡出啊 不要找习的麻烦啊 给他添堵 那么这样看来呢 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现在是台 这个扁凳啊 我感觉还是有台他的这个用意在其中 那么至于台他台到什么程度 是我学着呢 他可能是在利用台毛呢 来间接的来台自己 是不是刘先生感觉有没有这种用意在其中 或者应该讲这就是他主要的用意 因为这个往往是真正了不起的人呢 应该是说台别人也就台了自己 但是有的人的程度不及于此 他就只好去不让这个别人台起来 然后就显得自己高 那么如果说他所这个做的这些事情 是能够延续邓小平所带给这个中国人民的一些好处 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么这个他等于是发扬光大 这个对他来讲他的地位会更高 但是现在很显然的 他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比方最明显的就是 他这个不再是这个韬光扬晦 这个他先派这个军机 军舰来绕台湾 那么然后你就这个是要表示说 还强调不排除这个武力 来解决这个异的问题等等 那么所以他就是说 摆明了就是我不要邓小平的那一套 或者在很多地方 那我就是延续的毛的那一套 所以我和邓那根本就是 不是在这么一个同一条道上的人 他因为这样子 他觉得用各样的方式 包含说你们就像刚才乔木先生说 那你们要认识实物 这个时候要多谈习少谈邓 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小家子气 非常没什么度量的做法 这样的这个心态 怎么会成为一个这个出色 或者是伟大的领导人呢 所以一发这个中国人 当然你说一定要怎么样的纪念法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你要求人家不要纪念 然后来出现自己 这个实在是格局太小了 我想是不信念 邓更主要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考量 我不知道邓已是最大的污点 是八九动开枪这个事 但是之后呢 总体来说他是党内 在毛的时代认为是党内的走资派 修正主义 是比较除掉这种改革学习的 那么他上台以来的一系列的 主要的基调就是说 不要问什么信资信赦 要步子大一点 步子快一点 打得大一点 特别是他提出最主要的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而现在中共的主要问题 就是在积聚的向左转 往回退 已经退不到邓这个时代了 要再往邓以后 前还要退 退到文革时代 那自然要把邓这个三十年要否定 其实新有一个著名的假话 就是说改革开发前三十年 后三十年 他有个话就是说 不能相互否定 实际上邓的上台 就是把毛的时代完全否了 只是说保留了一个毛的画像 挂在天安门 保留他一个遗体 但是从对毛的一系列的路线方程制 全部进行了修正 甚至把毛的老伴抓起来 把侄子关到腿圈 咬一个撒松 让大家开笑话 其实把毛的彻底否定了 只是抽象的 就是说他具体的否定毛 抽象的保留了毛一个画像和的精神 但是习显然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们看高三那个隔空的握手 他这样肯定是不舒服的 他现在左转 他肯定想直接继承毛泽东的衣钵 自然要略过邓这一段 我想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考量 我的感觉呢 就是我的观察就是说 似乎习对毛的这种抬毛也是相当有限度 包括就是说毛的这个名单也好 或者说记者也好的 这种纪念的虽然是允许的 但毕竟毛的这种在中国人的这种印象当中 这种记忆是比邓应该说还是要深刻的多 所以说呢他也不好去阻拦 但是我感觉呢包括一些我听到的 就是说在对毛的问题上 同样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说相当的一种要淡化 那么最主要呢还是要突出他自己 那么虽然你说他在意识形态上和毛 是只一条线的 我相信的这个八九不离十 但是同时他又做了一点 就是说他想把毛和邓打通 那么这点我觉得是相当难做到 或者说是徒劳的 那么这个因为乔木刚才你也说到了 在意识形态上邓和毛几乎就是两条路线 所以说毛当时所说这个路线斗争 实际上也是没有错的 他也最后呢也对邓是失望的 虽然他很欣赏邓的这个才能 后来呢因为这个邓呢 的确他知道说出这个桃花园 这个忠仁呢 不知有境啊 不知有汉无伦未尽 所以这句话之后呢 毛就对他是彻底失望 本来是他 毛想考验他呢 想让他这个对文革说几句赞歌 但是邓就是不做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想呢 这就已经是表明两个人的决裂 至于后来呢毛还是手下流行 毕竟呢可能邓还是早年 是跟他跟得比较紧的 那么但是后来我们感觉呢 邓上台之后对毛的这种 这种彻底的否定 应该说呢和他今天被习彻底的否定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原言相报 这个何时了啊 这样的一种一种宿命吧 一种一种归宿 现在呢就是说又回朝了 那么现在习呢又成了毛的这个好学生 但是呢我想呢现在他最重要的可能关心的 还是他自己的这种地位和权位 那么后续怎么发展 我们觉得还是呢 可能还是会继续的 实际上习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 和毛的这种理念也是有很大的这种 这种水分或者说问号在其中 因为他毕竟做到很多事情呢 就是这种 他是只是想模仿 这个毛的这种政体 或者是政治的这种手段 但是他并他实际上在经济方面呢 实际上还是想搞这种 邓这一套 他是想用的 但是呢明显的 因为这两套是互相是不对接的 我倒觉得不是 邓跟习的风气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经济上风气还蛮大 习上台以来多次讲这个国企要做大做强 要国进民退 那么邓呢实际上一直强调这个市场经济 股份制改革等等 尤其他的南巡讲话 你看他射头多猛 但是习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而且呢 有一个特别有标志的意义 就是说你再怎么对毛不满 民皆对毛一直是认可的 而且天安门的像 在那里还毛子的像挂着的 当然邓实际上现在很少有他的踪迹了 就像蒋介石在团外一样 我们注意到有个象征性的 就是说这个邓在深圳博物馆 是哪个地方有个挂像 去年也意外地被拿掉了 实际上官方就也不能说他否定的 因为这个没法否定的 但他就想淡化 不提这个事 以至于个人感觉 邓好像就像赵紫阳 回要发挂的 突然不提 消失了 人为的消失了 是有这种感觉 经济上 经济上以及文化方面一直有一些分歧的 对 那么经济方面 至少他还 您说 您说李锐 我想到李锐先生 这个生前讲过不止一次 他说他没有想到 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这么低 那么这个 所以当你看见说 我们刚刚你两位也都提到了 就是在这个邓小平 就是彻底认识了文革对中国之害 那么不只是人 这个不只是精神 那么是在整个历史上 这个文革 它是一个中国人 是痛心疾首的一夜 但是你看现在 在中国当局 重新对这个文革 认为它是一个艰辛的探索 那就差没有这个 大家要这个顶礼墨拜了 所以就凭这一件事情 就了解到 习跟邓相取何等之远 所以当这个习 是有意识地 告诉大家 我警告大家 少几年 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好 有关这个话题 因为事件关系 我们现在先谈到这 我们接下来 是继续谈习 现在我们看到 在习的这个陕西老家 又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贪官 最近这个事件不断 包括胡传祥 腐败 和这个前几年 这个山西 这个所谓这个 他方式腐败有的一比 那么这种局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这种陕西官场的这种 他方式的这种腐败 抹黑的到底是谁 那么乔姆您是陕西人 那么可能对陕西的这种官场 可能更加了解一些 请您给大家进行一番梳理和解析 陕西呢 是中国的一个人口小省 大概有三千万来人 人口并不多 经济呢也是中等偏下 但是他在中国的政治中呢 有特殊的地位 就像这个湖南 上海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最新的一届政治局常委 七个里边 有两个就和陕西有关 一个是这个习就不用说了 不仅仅是老家是陕西扶贫人 而且在这个一安插队的六年 注定了他以后的这些所谓的设计官 另外一个赵乐际 也在陕西当过省委书记 干了五年 后来现在纪委书记 你再放大一点 看这个25个政治局委员里边 也有三个 就是一共有五个人 跟陕西有关 比如说这个王城 也跟那个习一样 过去在一安 插过了五年队 六年队 还在一安地委工作过 另外有一个 这个李希 现在是 他是当过陕西省委常委 西安市委书记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张又霞 军方的大佬 他是陕西卫南人 他的爸爸张宗逊大将 跟西仲勋 原来就是西北的这个野战军的打倒 也就是说你看在25个政治局委里面 有五个既然跟陕西有关 也就是说西安陕西这个分量 而陕西来说又比较复杂 我们知道中国有两个官难当 一个呢就是什么呢 金官难当 北京的官特别难当 为什么呢 既有地方的事 又跟中央部委 这个盘更错节 也很难弄 作为好几个北京官员 像陈西同这些就被拿下 再一个就是这个一把手老家的官难当 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 指不定哪一个人就通知天 跟上面就联系 你要动起来一个官员 盘更错节 特别你像陕西来说 传统上有延安帮 因为毛泽东 共产党在延安待了13年 有好多老干部 类似于这个毛泽东 西仲勋 这样的老干部 另外一个呢 陕西还有叫陕北老干部邦 另外一个习 就是习父亲那一辈了 那另外一个特殊情况 对习来说 在梁家河待了六年 现在中国的梁家河搞得很厉害 梁家河大学 全中国都去红色旅游 往梁家河跑 过去往延安跑 现在往这个野川系的梁家河跑 甚至梁家河牛气到什么地步呢 他们在上海北京 好几个之想是重要的省份 直接一个村设一个办事处 专门来接待 还推管大家河精神 那村里边有好多这个老乡 据说过去跟习有点私交 习资助他看过病 或者当过习的什么 当时领导了 你指不定跟习有个什么联系 特别来说习又是标榜这种亲民领导 他又乐意维系这种跟这些地方父老的这种联系 加上我们说一个他老家傅平 傅平里面有他这些唐白书白兄弟 亲戚也是盘更措斜的 总的来说加上赵乐际 现在的纪委书记 当年在陕西经营多年 这个各条线盘更措斜 你很难动 总的来说 我的结论就是说 陕西在这么七八年的繁复以来 动静不太大 迄今为止也是滞后拿掉一个赵允正 就前面就由于这个多年的举报 被拿掉一个 但是剩下你知道这些胡传祥 胡志强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级别低的 听起父亲的干部 所以现在大家 就是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 陕西这个腐败的动静不大 那你怎么弄啊 比起上海比起他地方 第二一个 那么陕西要搞大了也不好啊 你给总书记脸上也没面子呀 所以是个两难的选择 那么看来就说 现在呢还是有意在保嘛 我感觉还也是有这种 有意在淡化或者说在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秦岭这个别墅案啊 包括这个签议这个矿泉案等等 那么这个当中呢 现在又牵扯出一个周强 你对这个周强 现在这个他的今后的命运是怎么看的 周强我觉得在中国的政治谱系里边 还算不上什么真正的高层领导 他连25个政治局常委都不是 虽然号称的是最高法院的阅长 从法律形势上 属于两会啊 直接那个人大直接选出来了 也属于郑国籍啊 是郑国籍啊 但实际上因为中国我们说 党权大于这个国权 你那政治局常委都不是 委员都不是 那你实际上在党内是没有份量的 他更多的我定位为是一个技术官员啊 就是管一些法律啊 一个一些程序啊 一些东西 而且从他一系列的讲话来说 特别是前年引起的非议啊 就是说要求抵制反对这个三权风律 司法独立啊 甚至反洩阵地啊 也说明他还是想政治战队啊 想要血鳖战队 可是现在看来呢 随着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的删铁 消耗是很厉害的 好多言论 特别涉及到林德尔的言论 是不让他说的 但是偏偏到周强这里啊 随着这个这两年崔颖约啊 以及陕西这个千一枚跨 这个赵发起的举报 我们发现关于周强 特别最近最高法官这个王清林的 好多这个视频啊 信啊的公布 竟然没有被删铁 也就预示着啊 预示着其实上面有意在内容 下面这些舆论啊 来再倒这个周强 但周强又是个两会 确定的一个官员 我估计他下台是肯定的 但是必须要走一个两会啊 比如说今年两会的一个 或者明年一个两会的程序 之后有可能查 而且从一个政治的谱系来说 他的根基并不是 我们知道他最早出道是一 还是团派嘛 他还不是团派 最早是司法部长 最高法院司法部 他的司法部经营多年 是向阳的秘书 后来才到团派干了十年 以后才外放湖南起步 但总体来说 他是一场三派都有 但是一场每一派根基都不前 比较而言来说 他在法院应该是有更大的作为 因为他毕竟是科巴助生 新南政法的贺维帽的同学 念了完博士 念完硕士 本科硕士 但是坦率的说 他在当高法这几年 中国这种司法的这个冤案 错案不断 实际上也是给他严重的释放 现在又面临这些 滥用职权 甚至腐败的指控 我估计他的好日子 可怕到头了 是 周强这个人也是 您说 刘廷你说 好 特别就刚才提到了周强 我想的就是说 如乔木先生所说的 周强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够的 那么在中国 你没有党里面的地位 你连政治委员都不是 很多事情就做不了 但是别忘了 你毕竟手上 还是有一定的行政权力 我必须承认 这个我不是特别理解说 周强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周强他又是科班出身的 他现在仍然有他一定的地位 至少他在 可能会灰头土脸的下台 但在灰头土脸下台之前 他有没有可能 能够轰轰烈烈的 做一点什么事情 有没有可能说 这么多年来 你记得这么像刚才讲的 这个千亿的矿案等等 这么多的 不堪文问的事情之外 他还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让他在临去之前 能够做一点事情 在历史上留下他的风鸣 有没有这个 我觉得 本来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最近习近平有个讲话 接着反对司法独立 最近习近平 刚刚公布了一个重步 这些等于是把周强的嘴给堵住了 你能做什么呀 是吧 这不可能 别说周强了 赵紫阳也没敢做 最终还是 因为中小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哪 小案子 具体的案子他管不了 那归地方的一级级法院 那么大的东西 中国又没有一个协政的框架 没有最高法院 没有协法法院 你又动不了 上面又有归这个党中央这些说了算 所以他这样的位置 其实就是个摆设 你折瓦堂做什么呢 这个高检高法的位置向来 甚至我感觉比这个人大的这种橡皮图章还要差劲 那么就说他们这纯粹就是一种版 对就是履行一个程序 对刘先生刚才这种期盼的我也非常能理解 但是对中共的这是一台可以说那是非常冷酷的一台政治机器的一种运作 对于周翔这样的人他的分量远远不够 而且即使是我刚才说了 即使是像这个中共的被罢处的两个总书记 那么最终也都是乖乖的下台 没有敢做出这种僭越的这种举动 那么也就是赵紫阳最后是在天安门广场 就是所谓这个含泪演说 那段讲话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估计周翔可能是软着陆 不会因为他相对还算年轻的官员 本来是看好的下一届的政治行星 但是由于一搞羞泄的话 他这个60年龄断了 其实是没有任何政治机会了 那么周翔呢 我估计达尔兜就是可能现任这个最高法院长 可能到人大什么司法委员会 类似挂个闲职政协 因为毕竟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直接的在地方 在团在这个司法部的一些腐败的指控 目前最大的他不利的就是这个最高法院销毁 这个借宗这个借宗这个指控 他挺多一个或者说工作不利等等 那就看后边民间能不能挖出他有一些东西 我想毕竟他最高法院的一个象征性的 恐怕给他一个软着陆 体面下台就可以了 是 是 那么您刚才说到 他这个派系色彩比较淡 我想可能城也是这个 出于他这种派系色彩比较淡 可能这个败应该说是也是在其中 城可能也是在其中 最终他能够软着陆的 可能和这个派系色彩比较淡 我相信可能会有一定的相当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那几方呢 他都没有根子不是很深 也就是说对其他的这种相对立的 这种派系的这种矛盾相对也就比较浅 所以说他可能成为这种重视之地的 这种可能性也就弱一些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话题挺有意思 那么现在中国人又一次感到被羞辱了 又发生了辱华事件 那么说来也很搞笑的 这是一个西班牙的品牌Zera 他的这个品牌本来是这个很靓丽的 但是用了这个模特现在又出毛病了 用了这位叫做这个李靖文的这个模特 他是因为脸上有了雀斑 实际上李靖文本人对这个雀斑 他是挺发愁的 他觉得这个雀斑的确不好看 但是没想到这个西方人 因为西方人我们知道 白种人这个少女这个脸上的 很多都是有雀斑的 而且以这种雀斑的小雀斑为美 所以说就把这个也没有经过修饰 也没有经过PS直接就放到这个 这个发表的这个图片上 那么结果就引发了中国用户的 或者说消费者的一些抗议 认为这又辱华了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这个前不久 还有这个D&G这个品牌的所谓这个筷子事件 因为这个用筷子好像在取消 这个中国人这种筷子的使用 当时是引起了渲染大波 那么当然了我们还知道 这个还有一些品牌遭到抵制 是因为政治原因 包括这个加拿大鹅等等 那么现在这个这两件事 一个是D&G和这个现在这个Zera这个品牌呢 这两个品牌都是因为这个所谓这种模特 引发这种风波 那么这让人感觉到 现在中国一直讲四个自尽 或者三个自信 那么现在的这个动不动就发生辱华事件 被羞辱了 被侮辱了 那么感觉中国人的这个脸皮 怎么就这么薄呢 那么这样下去的话 又谈何自信呢 像这个问题请刘先生先谈一下 好的 这个我非常喜欢听安华提到这种自信 因为我们确实人应该有自信 我们从小小孩考试成绩考得不好 我们是怎么样 任何责骂吗 而是告诉他说这个 有没有尽力 然后呢说知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我有个朋友 他这个女儿的考试 在全班大概四十几个人 他考第二十几名 等一下这个回来的父亲就问一下 怎么回事 这个拿考试卷过来看看 看完之后他爸爸说 这个考试卷出的 他觉得是追踪很差 所以下次你这个继续考二十几名 一点我们都不会责怪你 好 我们全家出去 找了一个好餐厅就庆祝一番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不恰当的考试卷之下 其实孩子他没有办法真正展现他的学习成果 这就是这种鼓励孩子有自信 这个有时候看这个 雀斑 那你看一看 刚才我们想的 那个前面提到的 这个拉格北 这个香奈儿的这个大师 那么他的模特儿 其中有人 就嘴角一个非常明显的黑质 那么我不知道在中国人 如果说今天 或者说是西方 那请一位中国的模特儿 是有嘴角一个黑质的 那中国人又会怎么样看待 本来这个世界上 这就是一个自然就是美 是 而且这西方人的确认为 就看到有一个法国人接受采访的说 哎呀 说他们说现在这个怒怼 这个李静文这个模特儿 是因为他们嫉妒他 因为他太美了 因为西方人觉得这个有雀斑 的确很可爱 那么中国人就觉得雀斑 是一个很难看的东西 那么的确这有文化的 这种差异 但是你不能因为 就是说用了一个模特儿 就认为自己整个这个民族 或者说这种就受到了羞辱 老是用这种羞辱 让我感觉到包括中国外交部 经常用的什么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明摆就是把自己 往一个弱势的这种地位在摆嘛 如果你真的是自信的话 你在乎别人 伤害你的什么感情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真的是 我觉得这种用词 好像似乎也从来没有人 进行过一些一番考究 那么就很让人纳闷 这么重视这个所谓这种 这种用潜词造句 对仗工整的这种 中共的这种文字官场 怎么对这样的词汇 就如此迟钝呢 这是很让人难堪的词汇 什么羞辱啊 什么这种受到伤害了 那么我们经常说到 只有这种弱者 才经常感到受到伤害嘛 这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吧 乔木 这个我觉得还得两方面看 就是说之前发生过什么 优以萨德导弹问题啊 抵制到韩国旅游啊 包括抵制麦当劳啊 这个里面有很强的政治 甚至有官方的放任 有些是直接是官方旅游局 来下令的 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但是你像抵制这个D&G啊 抵制这个 这个这个Zara 这个模特这样的色彩 我觉得是更多的一种 明街自发的啊 就是说这里面 其实没有太强的政治 其实更多的一种 文化方面的一种差异 当然你会说 跟中国人的心态有关 而且这里面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中国人 有些中国人 像我们这样的中国人 是把这不当回事的 但是那些大量的 普通的群众来说 普通的民众来说 他确实不能接受 那么西方人在 选择这样的模特的时候 我想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呢 他确实带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判断 审美的判断 他认为这样就是美 比如说中国人来说 认为单眼皮不美 刷眼皮美 那么西方人呢 基本上都是刷眼皮深眼窝 他反而认为单眼皮美 他希望呢挑个单眼皮 那么中国人觉得 凭什么挑个单眼皮的女的来看吗 是吧 我们的传统美学 希望挑一个小嘴 樱桃小嘴 西方人呢 希望挑一个大嘴厚嘴红的 这时候呢 就是当你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 除非他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他是带有自己的审美 想把这个呢 加给他人为审美的 想加给中国这个受众 另外一方面 我也不排除这种广告创意 模特他有意思的 要调起这种文化的冲突 争议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反而这样的事 也不会说引起刮发的一个什么风景 顶多是明街的一种嚷嚷 那么事情过后 该买的是要买 不买的 他再抵制他也不买 我想这个东西 我怕没那么政治化 更多的一种文化的 就是 这其中的确有政治化的 包括你刚才说到的 包括抵制这个乐天啊等等 那么这当时去韩国旅游 这是和政治有关 但是像这个D&G和这个Zero这两个品牌 这个闹的时候这么两出啊 的确我感觉是你至多就是说他的市场定位 或者说他的这种推销的这种手法 或者说他的这种视角有问题 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 仅此而已 那么上升到一种被羞辱 实在让人感觉我听了之后我都寒碜 我觉得这种词汇真的是用多了 让人感觉到中国人真的是不堪一击 和这个中共所讲的这个几个自信 是完全不合拍 不着调的 那么这种这样的弄下去之后 让人感觉到 这个中国人这种 到底你是强大了 还是更加弱小了 那怎么越来越强大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的断层呢 一方面 某些方面觉得自己很牛很厉害 但是骨子里面 似乎总觉得还是 低人一等 或者说是差人一截 所以说呢 只要对方来一点 不合自己心愿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这个小孩很敏感 尤其是比如说青春期的小孩 那么大人是不能说的 一说就感觉到 好像是大人在伤害他 这就是一种 我感觉呢 似乎现在中国人这种心态 也是处于一种青春期的这种 青少年的这种心态 就是说一方面感觉自己 好像长大了 挺能干的 什么都懂 好像很多事情都能干得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心智并不健全 只要遇到一些外界的冲击 立马就感觉到 我受伤害了 我被羞辱了 等等 那么这种词汇 不知道刘先生怎么看 好的 还有一个词汇 安华还没提到 叫玻璃心 就是那个 心理是非常脆弱的 玻璃一下就碎了满地 是这个在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也就像这个人家写的那个叫什么巨婴一样 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间除了声量之外 心智也是非常重要的 想到从前有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里边大概是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中间大概发生了点什么事情 具体的情况就不去谈 最要紧的就是这个男主角他的行业是理发师 好 这一下子理发师不高兴了 说当时在这个上海 1940年上海的理发师要群起要罢工 你想这理发师一罢工这是很麻烦 那今天的话 我们这个电视节目这个障眼的时候就有点困难 那么这个随着理发师 后来 哎呀 于是只好 这个电影公司也道歉 说我们没有这个恶意 后来怎么样 这个还要谈条件什么的 甚至有人提出来是不是还要加排续集 续集呢 就是这个理发师后来建议勇为的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等等 当然这个后面的发展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就经不起别人的说什么呢 那么其实你看美国的这个电影里 常常这个是批评军人的 部队里面有很多事情 外界不了解 一了解怎么会这样子 那警察里面当然也有就违背作歹的 有很多的是这个不值得 这个不能公开提的 提出来让人这个至少让他这个行业里也是这个蒙羞的 但他就拍这样的电影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 因为呢 这到哪儿都有好人坏人 这个几千几万 这个这么多警察里面难免有这个害群之马 而这个害群之马 他这个或者是其他的人呢 他在这整个的事情中间的表现 才是个电影啊 他所要诉求的主题 同样道理就是这个 是他这个今天呢 人家的希望这个产品在中国卖得好 他觉得一个他认为是能够有助于他的产品塑销的 当然也有可能他希望或者是淘起一些文化冲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无疑的他总是希望这一个模特儿是能够展现出一个比较美的这样的这个形象 那么所以人家没有这样的恶意 我们呢就一口咬定 人家对我们是一种侮辱 这种歧视 这个也是太小架子气了 我想这个其实跟中国这么些年来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心态有关 就是现在中国有这么所谓的三部的说法 也就是说毛泽东呢 让我们不挨打 中国基本上老被西方人打 毛泽东说站起来了 强大了 有了核武器 不挨打 那么邓小平呢 让我们不挨饿 中国人吃饱饭了 富起来了 那么在习近平解决什么呢 让中国人不挨骂 让人家瞧得起我们 别辱华 别老批评我们 说我们 不积极我们要有自己的正能量 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去辱华 去骂我们 这个时候在这种形态下 整个这种动辄抵制抗议就反弹了 我想这个其实背后还是有深层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 我刚才就说 比如说这种辱这个词 或者受伤害这个词 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经常挂在嘴边的 动不动就伤害了感情 我觉得这东西简直是莫名其妙 而且看这两个具体的案例 一个DNG和这个 Zero都看了 我感觉的确 还上升不到 比如说是有意的在羞辱这样的程度 这个女孩的确有确斑 对中国人的眼中来看 也的确她觉得并不是很漂亮一个女孩 但是也觉得还是挺清纯的 还是挺阳光的一个形象 并不是那种很猥琐的 很颓丧的这种 这种龌龊的这种形象 完全没有 那么这有这么一个事件又辱化 我想这种辱化也的确门槛太低了 那么由于这个事件关系 我们今天三个话题讨论 我们也是有相互的意见的统一 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一个 这个争论性的一个节目 是一个交流的 意见交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访谈的节目 我们在这里再向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一番解释 好的我们感谢观众朋友 今天的在线观看和支持 感谢我们嘉宾的精彩的点评和分析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再见